薯条奶酪上浇上滚烫的肉汁非常好吃 Poutine这种吃的在家里很容易就能做出来 按包装纸上的说明烤薯条 最好铺上一层烤盘纸 或者烤盘上抹点油 要不然这薯条会粘烤盘 烤薯条的同时呢 我们来准备肉汁 选颜色深的肉汁粉 按说明加入适量的水 如果没有肉汁粉的话 可以用牛肉汤加少许的面粉代替 搅拌均匀以后锅里加热 汤热了的时候就要不停的搅拌 要不然粘锅底 汤在勺上能挂一层的时候 这个汁就熬好了 把火调最小 保证这个汁等我们用的时候是烫的 薯条烤好以后 我们在上面加奶酪 加这个cheese curse 这个奶酪里可能有块大的 把大的块掰小 没这种奶酪的话 也可以用mozzarella或cheddar 这个肉可以加也可以不加 最后呢浇上这个滚烫的汁就可以吃了 这种奶酪它不容易化 据说正宗魁北克铺丁的奶酪是不化的 如果您希望化的话 您可以在烤箱里制烤三分钟 这就是我烤了三分钟的 它半化半不化 谢谢您收看我的视频 如果您喜欢的话 欢迎您订阅 下期见